开封之后一定要马上喝完 才可以保持燕窝的品质 不会有卫生方面的问题 该要消费就做个聪明的消费高手吧 现在我们要告诉你 不必到印度呢 你也可以尽情去享受坦都的烧烤哦 有印度主厨他把口味多变的烤饼 就放进了烤炉里头摇烤 那么Q糖有劲的口感 再搭配上香料 garly超够味的 而且重点是 你只要花费85块钱 就可以在饭店吃到了 夜整串的印度坦都烤鸡肉 搭配青椒 凉松和甜椒 让人实质大动 主主说要好吃 得先把鸡肉好好按摩 里面是牛奶奶精 有点的腰骨 还有那个印度香料 去骨鸡腿肉串上新鲜蔬菜 放进480度高温的坦都里 咬烤 锁住肉汁 烤出来鸡肉表面金黄 鲜嫩多汁 散发独特的异国香味 奶油香和开心火的鲜果香气 搭上香料甜椒 超赞的 印度菜当然也少不了烤饼 这个是小茴香 是甜的 这个是香料 里面有很多很多印度香料 还有这个是奶油的 上面有一点点鲜蔬 还有这个是辣椒的 烤饼做成长三角形 很像披萨 跑转后立刻贴在坦都烤炉里摇烤 烤出来Q筋十足 就算放凉也很好吃 搭配咖喱或单吃都很有嚼劲 至于手工馅饼 则是包入大量起司 在烤炉里滋滋作响 拔开来起司还会真丝 每一口都吃得到 和这锅咖喱牛肉 一定不能错过 里面是洋葱 番茄 跟印度香料 我们的牛肉 已经饮好了 是比较香啊 三角形的蔬菜饺 也是印度的传统菜 炸的黄金酥香 里头是马铃薯 丸豆 开心果和小茴香籽 那些浓郁芳香 口感酥脆 一点都不油 柠檬烤虾串 是把硕淡的明虾 用柠檬叶 茴香籽和玫瑰粉等香料腌制 烤出来虾子立刻变得通红 甜美入味 和坦度烧烤鸡腿 烤出来外酥内嫩 沾上特条酱汁 可是印度的国民美食 饭后甜品就是不能忽略 用印度米和牛奶做成的米布丁 浓浓的香草奶香 爽口不腻 好像是奶油焦糖布丁 上后还有干果 杏仁汉开心果 增加口感 到天的印度烧烤 不但要抢公里的胃 价格也很诱人 非常非常的亲民 那从85 然后最多到500多块 这个香料呢 都是由我们的厨师 它的独家的秘方 对 那实际上香料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抗氧化的效果 享受美食也要颠固健康 不用到印度就能品尝当地的传统料理